他這整個我看一下他的專訪內容 幾乎都是攻擊發起線 只是這攻擊發起線 不是對柯文哲攻擊 都是國民黨黨內在攻擊 你看第一個他攻擊的是誰 他講說這個前國民黨秘書長 說藍白盒是一千塊跟議員的這個對讀 李乾隆 他這個在打李乾隆 所以蕭旭成這個第一個在罵李乾隆 第二個他在罵誰罵金普聰 罵他對他簡訊已讀不回 已讀不回 已讀不回 還要特別拿出來講 是特別拿上廣播上面去講說 講已讀不回 對 已讀不回 所以你看他這邊講 這個他講說金普聰沒接電話 傳簡訊也讀不回這樣子 他說還進一步他解釋說 已讀不回或不接電話 就是不接受的意思 所以蕭旭成直接自己把答案講完 說金普聰就是不接受這個全民調 然後下面在罵誰 你注意看蕭旭成還說 這個採用全民調是嘗試 這罵到誰 朱立倫 罵到朱立倫還罵到王金平 因為王金平說 南部對這個全民調是有反彈的罵 所以他等於王金平跟朱立倫都罵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蕭旭成代表馬英九 哇 炮聲連連都是對著國民黨黨內 罵了金普聰 然後罵了李乾隆 罵了朱立倫 罵了這個王金平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黨內 都是對黨內在開炮 所以哪裡看起來像是要對柯文哲開炮 看不出來 所以裡面你比較看到是 彼此在互相打臉 所以很多人認為馬英九 認同柯文哲的全民調 就是馬英九已經同意 喉作父的了 一般的解讀是这样 大家很容易做這樣的解讀跟聯想 就會認為說 那他當然就可能在黨內變成 只是 但還是要幫他講一下 這種事之地 當然蕭旭成他們有特別強調說 相信民調侯友宜會贏 那